这两本是我有电子书,我可以送给您看电子书 手法人之类的 对,它是我们在长达 对,请坐 好,你好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是我们出一套世界史 我们从日本也记得讲台课世界史 而世界史我觉得价值蛮大的 因为台湾其实之前没有特别引进系列的一个世界史的框架 然后我当时想说可以做一套世界史的框架 让台湾思考自己的世界史的位置 然后我做的时候来答应说台湾史根本就是一开始的世界史 你看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 就是有荷兰人,有西班牙人 那个《贝类花》什么的 对对对对,陈耀特的都是贝类花 然后等到后来包括郑成功时代 它其实是连接整个东亚、东南亚海洋系统的一个海上海道系统 它也不是中国式的框架 甚至不是东亚式的框架 然后等到了这个主题就是大清帝国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满洲人组建所创建的帝国 那它是来自内亚系统的一个帝国 它也不是这样简单的中国老家 然后就是荷兰敦的公司嘛 所以这两本书是我觉得 就整个在这道理解室当中 跟台湾关系最上密切的 不要把岛上的人重新变成海上的人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岛上的人变海上的人 不是陆地的概念跟土地的概念 是农业的概念 非常利用 所以我就拿这几个书 要给大伙议员来看 非常好 然后为什么都有电子书 我可以给你电子板 电子板就可以了 谢谢谢谢 尤其电子板没有三千块的问题 对对 那我就自己的电子板 再放一天进 对对对 自己的电子板 自己的三千块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 OK 可以再试试 对对对 就如果阵风出的朋友们再关 再关上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其实还是基金市场吧 还是我们要谈甲骨文 那就是甲骨文 我们才谈 OK 好 因为基金市场我们在出之后 然后有一些词会 有一些反馈 然后就 当然有一些人就会围绕在你身上 就会想说 到底为什么你当初会接触到这本书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 Ratical Exchange 对 到底他 对 到底这个 在做什么 然后这个 你在里面 平常又是怎么样 在做哪些事情 对对 所以大家会关注在这里 对 所以好 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 到底为什么会先接触到这本书 从事实性问题开始 对 没错 就是为什么会碰到这本书 其实当时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跟Glain Weill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嘛 就是Vitalik Baudrin 那Vitalik 因为他一向他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只是很粗浅的在那种设计程式跟印钞票而已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要在以太方里面去实现一个所谓这个Universal Computing 就是说如果大家 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大家都有透过演算法制定作用法的能力 那他希望最好的或者至少是对社会最好的一些新型的治理形式 在以前你很难够去想象 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法透过演算法实现 那你就必须要透过作用法实现 那作用法的话又牵涉到他的法体系的根基 违线的东西是不可能合法的 那你就得发动革命那个代价也太高了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他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治理模式 很可能就是一些Local Optimum 就是说我们在革命之后建立阵体 建立阵体之后他可以支持一些治理系统 但是可能在这就卡住了 因为你要到一个更好的治理系统的时候 你要先经过一段大家都不想经过的这种社会的动荡 那但是在以太方有个好处 就是说他可以按一个键就分支嘛 这个分叉 那他就分叉之后 分叉之后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治理系统 所以等于说多重治理系统可以在以太方的这个架构 低头并存 那所以那到底怎么样的治理系统 是值得投入心理去研究的呢 因为他们已经钞票 所以有不少钱可以去请研究员 开始研究这些治理系统 也包含说第一次Vitalik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我才修人不久 2016年底 那我们就谈到说 为什么整个以太方圈子突然开始关注治理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碰到一个DEO应分叉危机 那这就好像说我们如果不是碰到气候变迁 那也很少人去关注全世界的治理系统问题 但是因为氧化碳就不跟你谈判 所以你就必须要关注全世界体系的这样子一个治理问题 所以当时我跟Vitalik就等于建立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爱好吧 那后来呢他就看到Lunny的论文嘛 那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只能够用来投票 他应该要能够用来QB的论文 对QB的论文 他就理解到说 这可能投票也许不是他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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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中的一种应用 他最好的应用可能是用来 在我们的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群众募资 就是说有钱的人可以来决定 哪些有理想的人可以去实现他的理想 那跟我们的政府的所谓的奖励案 就是说你先透过民主投票 选出一群人 这些人来帮你决定说 你的税金要用到哪些新的想法里面 那这个的好处是说 它有一致性 就是我们会有个施政目标 但是坏处是说 真正很新奇的想法 可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眼帘 那这边的好处是说 新的想法很容易被大家看到 但是实际上呢 不是靠民主的机制大家来决定 而是靠有钱的人来决定 一个有钱的资本家 他可以就把群众募资平台上面 所有的案子买下来 但是他事实上 可能受益的是那个资本家 而不是大众 所以在就是比较公平 但也比较无效率 跟看起来比较有效率 实在一点不公平 这两种方式 那可是这个就是 我说Local Optima 因为我们现在随便去哪一个民主国家 大概就是这两种方式 是最主要的 对那就是资本市场投资 募资模式 跟这个政府的奖助补助模式 那所以当时 就是Glenn Wild QV的文章一出来 那Vitalik 就说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而且他应该要变成到中间 变成一种叫做平方募资 对的这样一种模式 所以就是在台湾时间 2018年10月27号的下午 下午应该3点57分的时候 就是Glenn Wild QV在说这个 挪威跟Sitikon Valley 有多大的不同 那挪威的这个做法呢 其实是以公共的利益 去驱动这个市场 等于社会部门带动经济部门 对 那但是呢 就是Sitikon Valley的做法 一向都是经济部门 要求社会部门去配合 经济部门想到最新的点子 对 那所以这两个是方向相反的嘛 对 所以Glenn Wild QV就说 你应该找唐红聊聊 然后Glenn Wild QV就非常快 就是说3点59分嘛 事实上就是经过了大概120秒左右 Glenn Wild QV就说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中文版的翻译了 不过好像这个我的就是出版社告诉我说 那本不能在台湾卖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说 这个我跑去台湾要拿这个简体版的书卖 是不是一件合法的事情 这个好像是有点可惜的 那所以Vitalik就说 哦是是是是这样子嘛 那那这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简体版 他是可以直接找一个繁体的出版社 那就直接发行了 难道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吗 那那个但是感觉 市场 市场 对那然后那那个Glenn就说没有啦 其实是市场原因 不是 那个Glenn当时就讲了一句话 就说这个 这个corporate power and state power are not so different 所以有的时候市场的排出性的感觉 跟国家的排出感觉其实也差不多的 还是当天4点44分 所以他们这样子下扯 大概前后只过了一小时 那就在这一小时里面 就是到了5点17分吧 他这个Glenn就就传个私讯给我 因为他看到我按赞 表示说我看到台湾Vitalik的下车 那然后我19分5点19的时候就说 我其实刚刚已经买了你的电子书了 已经在看了 那然后如果你要聊聊你的书的话 我们就来安排一个视讯吧 然后那因为刚好当时因为他离纽约很紧 那当时我们办公室有一位成员在纽约 所以我正在帮助GovLab去帮他们的Congress 就是他们的中议员去制定一套教材 就是怎么样子运用数位的方法 来结合大家的共同的想法 所谓的Praw Law 那台湾是里面的第一个案例 那所以当时就是方瑞正在帮他们录这个教材 那所以两个人很近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约了一个时间 然后方瑞就跟他见面 那我就附身在方瑞身上 然后过视群的方法来跟他见面 所以所以当时也聊得很愉快 那也因为当时我们在办公室的黑客松 所以他就介绍了这个平方投票法 那所以我们就比科罗拉多还要闲 就了解到这个的实作的方式 然后我们当时就决定要把QB用在黑客松上 所以大概这个整个工作都是在可能推特上面完成的 然后我们在推特上谈定要视讯之后呢 127号嘛 我们11月21号一直不到一个月就视讯了 然后就开始一起工作 非常顺忽 对对对对 因为在里面讨论的 就是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就像刚刚委员有提到这个国家跟市场之间的关系 但大家在读这本书会一直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原本这个 激模的这个状态 就是一直在想国家到底在哪里 就是大家会一直想要问说 那到底在这一套机制市场 对是机制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下面 有可能真的去中心化吗 就是他真的就按照这个机制去运作吗 还是说那如果真的是去中心化 没有政府或者是没有财团 那他的秩序会不会 还是有政府跟财团 只是说政府跟财团所依循的逻辑 就是说当他最大化他的自身利益的时候 他就会是同时不得不创造出正面的外部性 那这跟传统的资本主义逻辑 就是说你在最后自身利益的时候 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创造一些负面的外部性 甚至你不一定知道 但是这个外部成本并没有内部化 所以说你有不知道的这个借口 那他这里面的每一个机制 都会说你的对自己最好的 不管是从帕拉脱利益上或纳许意义上面 对你自己最好的做法 恰好也是对大家最好的做法 那这个自利要怎么样去 好像就跟原本 就变成我们不要谈得更仔细说 到底那个自利在这个的运作上面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就这个嘛 那个就是就是上面写made in 台湾 现在白宫官员都有穿这个 但anyway就是说我们戴这个在台湾的做法 其实是把它当作保护自己 就是说因为它是毕竟medical grade 但是它保护自己的方法 其实是主要是体现在说 第一个你戴上它之后不会去碰自己的口臂 那第二个只是说 它告诉旁边的人自己说你应该多洗手 对那所以是所谓social signal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社会选择的时候 我们不是关起门来自己选择 而是我把这个选择 就是我选择戴上口罩 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你看我不会随便碰我自己的嘴 那第二个是说 我有两个习惯 而且你也应该要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social signal 那当这个戴上之后呢 其实它就可以让一个群体里面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戴上 它也可以发挥一个道德劝说力量 而且这个劝说力量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戴的人我就好像取得一个社会地位 去告诉没戴的人说你为什么保护自己的身体呢 你为什么不戴上呢 它可以保护你手不会随便碰到嘴啊 而且可以提醒你要洗手啊 那所以我是以一个关心你的自立的角度 我并不是告诉你说你戴上了就不会感染我 而不是一个利他的角度 虽然这个才是真的 但是主要是一个自立的角度 在去宣扬 那这样子的话即使你一开始只有少数人 那他的社会偏好也可以影响一大堆人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保持社交距离 或者是戴上口罩 那戴上口罩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这样子一种自立的原因 但是当一个群体里面相当多人戴上口罩之后 那就跟每个人都打了疫苗是一样的 然后儿子就往下掉了 所以呢最后它是达到了公共利益 那我举这一个例子 只是因为第一个台湾读者大概都了解 后面后面的这个想法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机制设计 就是一个mechanism design 如果你一开始是用由上而下 什么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的 就是强制每个人戴 那大家反骨作祟就不戴了 但是相反的 就是说你是靠人民之间 就是trusted messenger 就是他信任的某一个他的亲朋好友 带了保护自己 而且他也有多的嘛 可以分领钱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很不好意思不戴 那而且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 那这个时候公共利益就达成了 对 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 那这里面政府的角色大概两个嘛 一个是说 有一些社会创新的时候 政府可以增幅嘛 好不像有人开始戴粉红色口罩的时候 我们指挥官就全部都戴粉红色口罩 然后呢 他们这样子一做 那个很多的小编啊 那个粉丝业啊 全部都粉红化了 对 然后大家就了解到说 哦原来这个颜色是不分性别 能够保护你的就是好口罩等等 那所以这个就把一个小规模的创新 透过这种增幅 但是绝对不是命令的方法 那指挥官可没有命令谁在粉红色口罩 对 这个方法 让这个社会的共识能够更快的形成 这是一个政府的作用 对 那第二个政府的作用 就是确保它的分配的平均嘛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口罩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 这个我们是公卖局的这个电商 所以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说 一开始就是先照顾到绝大多数的人 就是在药局嘛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采取开放资料的方式 所以我们每30秒那个时候就公布 那公布之后呢 每个人去了要去刷了健保卡 就会看到它的库存减三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叫做participatory legion 就是参与式的记账 那如果我们是每天或者是每周才公布这个统计 那政府的权力就独大 因为这个就是资讯的不对的 只有我们才有即时资料 大家都是统计资料 但是因为我们是公务员 看都没看 机器马上就公布了 所以变成是社会部门 是这个我们叫做co-governor 就是说共同治理者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人按钢 有人前一天收了一堆健保卡 今天慢慢刷 这个马上social sanction 那是很可怕的 对 台湾这个每次有社会抵制 这个要谁倒谁就打了 所以社会部门 透过政府所提供的开放资料 达成了社会部门本身的正当性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政府就可以专注在 给予高品质的公平的资料 那社会部门也会做分析 有人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一分次就发现说 在竹科或者是一些大都市 很多人下班的时候 钥匙都已经下班了 他们怎么样都拿不到口罩 那这个就变成社会部门 变成甲方 就是他在提出社会正当性要求 就像当时口交地图的时候 吴章伟提出社会正当性要求 我们政府变成一方 就是变成说社会已经形成了共识 那我们的做法只是 好像一个厂商一样 要把社会这个共识去完成 所以一定要找到24小时 拿到口罩方法 那就2.0嘛 等等等等 那接下来又会有移工朋友 说这个他手机不是自己的 那或者这个 有人是用公司手机 他2.0很不方便 那所以呢 他也希望去编辑上 年差卡就可以取得 因为移工至少有个健保卡 或者就是年纪很长的长辈 那就3.0 所以我们每个阶段 都不是我有什么创意 而是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然后政府作为一个 类似这个乙方的这个态度 去把这个社会的共识 让他用公平的方式 而且是透明的方式 把他就是实践出来 那所以作为厂商的政府 这个也是一个政府的价值 所以就是一方面在 这个想法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增幅它 让整个社会讨论 社会讨论出公识的时候 实践它 那这个还是政府可以做 因为在这两个里面 都没有强制力量 了解 所以这个的启动的力量 就会是在市场上 而不是在国家的这个 对对对 而且这个市场是一个 我们是说Pro Social 对 那所以它也是要靠社群媒体 但是是Pro Social Media 嗯 因为我在读这本书 或者像您刚刚在讲的 那个记账 这个记账 对对对 这个是我就开始想到 区块链了 对 就是这个跟区块链的那个 我在看这本书 然后因为早些 两三年前我做了一本 也是在就是在讲比特币的书 嗯 中文的翻译叫 虚拟货币革命的那本书 然后它谈到 从比特币的发展 然后谈到了这个区块链 那我在读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两本书好像 这两本书有一定的互补性 嗯 对 那好像 我一直想要把这件事情 谈清楚 或者是 想要有人可以告诉我 这里面之间的那个互补性 或者是它的 因为区块链有区块链的技术 和底面 然后基地上也有 就是它可能还有它的经济学工具 然后它还有它的这个理念 那这两个之间的那个互补 好像 一开始不认 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 区块链 这个这个领域 这完全就是 Vitalik起了一个综合的作用 是吗 就是它同时是 它的区块链的治理者 对 那又是一个对经济学很好奇 而且 就是 就是这种经济学它其实蛮擅长的 就是参与式的经济啊 就是它不是建立在一个既有的市场机制 而是参与式的机制设计 这种参与式经济学 这个也是 Vitalik 因为他做以太坊 不得不懂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等于最新的学术研究 那用经济学的方法写了 Vitalik听懂了 那直接就在它的王国实现了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有点像说 我们陈静人副总统看到了什么流行病学的研究 马上就变成我们的政策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是这方面的权位嘛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它的互补是很简单的 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基金市场里面的每一个实验 它都需要对这个治理方式的一个重新想象 那你如果在一个主权国家 这个重新想象 势必要经过 不管是革命还是休闲 来达成 那但是这个都是矿日费时 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自己去公海 这个弄一块地啊 什么也不是 就是每个人都有力气跟时间做的事情 对那火星就更不用说 对 但是 但是以太方就起到一个类似火星的作用 对 那这个就是很自然乎乎的 嗯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到的 你要只有我们 我会参加的来 我的思想方式比较正式性 我想问委员 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书的第二章当中谈到民主机制的改进 是啊 然后他设计的这个方案 你觉得他会在台湾 因为台湾已经实现了 已经在实现了 总共我跟他一谈就是用他的过程材在做麦克风 但是现在正在投票 但我指的是真的在 比如说总统大选的投票当中 有可能会实现这些步骤 不是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人呢 他这一整套里面就是在告诉你不要选人 对 所以你口罩来作为说这个案例 对啊 公投的公投的这种方式 就选事嘛 对更选事 选事或者以平方募资 这个书里面没提到 但是Vitalik花很多力气想嘛 以平方募资的做法的话 那根本就也不是选人 也不是选事 而是直接就做实事了 对 他就是募资了 就是选预算分配权 那当然有很多可以选的 好比像说我们的那个响应人造援助 那就是拿选择权去换显明权 这个也是有很多朋友觉得很有兴趣 那那个其实也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实践 就是说大家不是说台湾政府在那边捐口罩而已 而是说台湾人民56万人决定要把这个 他们没有领取的444万到现在了的配额 要求外交部捐数据 那所以外交部捐数据 那就专机上也可以有个QR Code 大家一扫就知道是哪些人 在那边响应 那这个其实也是里面的数据疾务 因为其实我花个五秒钟去健保快议通 按说我要写名或者匿名 我唯一花的就是我的Curation Power 对就是我想要为了这件事情策展 我的心意我花五秒钟放在这上面 那我换什么呢 换就是我的名字可以出现在上面一个几秒钟 我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 说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对那这个就是数据疾劳5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不是靠被动的 好像人民这个只是被监视被监控 那这个老大哥这个知道一切 决定一切分配一切的那个情况 那就是人民变成是等于是一个资料材料 这样子那它里面数据消息都是把这个翻转了 对是说人民是有主动权 对那我同样的五秒钟 我可以画在你这儿也可以画在他这儿 但我画在你这儿的时候 我就会很关心 到底这个开放资料划算怎么样 那而且因为资料是开放的 所以也不是只是我们就是 卫福部 世卫日库祝年的网站 也有像说阿迪啊这个大韩啊 倪永珍啊 他们那个网站 Taiwan Can Help That Us 你在上面也看到那个在跳动的 就是444万个口罩 跟56万人 他们把骗数放在前面 就是说它可以运用在各种各样不同的 就是利益社会的一些位置 而我们不是唯一的用使用者 就有点像是带粉红口罩一样 我们只是第一个使用者 而且一定还不是最好的 我们就是来示范说 这个数据及劳务可以怎样使用 那你有更好的使用 那你就去用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 就是台湾的智力济专 就慢慢改变了 就是大家就会开始说 这个响应口罩捐账 这个是人民要求外交部做的 这不是外交部要求人民做的 那所以这又反转了 就是达到一个公民之国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说这个不断形成以后 他们在将来真正选人的时候 其实这个思维访式会发生改变 你以我的话就不选人了 对我现在的政治结构来说 告诉你很大的挑战 那像比如说 这个书的导读 有一篇导读谈到 就是说叫做数位理想主义者的挑战 那他就说 就是说在数位的技术方面 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改善 可是他也遇到很多 就是理想主义 面对传统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或者社会结构的部分时候 一些问题 像比如说八起有本书 就是AI那个书 也谈到像 比如说现在很多 像中国这种市场 他本身 他是利用这个数位技术 来服务这种政治 是啊 那他这种情况我也会怎么敏估啊 不是因为在台湾就是朝その 台湾没有那个 台湾没有这个部份 对在台湾就是说 我们当然理解到 说有一个密乪路板筷 那但是我们当然理解到 有一个菲律宾海板筷 对 不断的这个 对 不是汉族 也不是人族的时候 对对 不是 Cover 充机着这个版块 这跟人族都没什么关系 几百万年了 对对对 不断这样的充机着 那我们现在充机着 目前看起来 整體向好,至少向上 玉山每年真的長高兩公分 它真的是向上 但是也不是沒有向下的部分 就是整個山脈它慢慢的往下沉 但是玉山長高還是很快 所以它長高五公分 又退了一半下去 因為整體的山脈 所以它總是消長不見 但是目前整體看來是長的 就是偏偏台灣島真的是還在往上 所以我覺得從玉山的角度來看 它是在長大 但是中間的這些概念思潮的衝擊 那這些你從菲律賓海管塊的角度來看 歐亞板塊 我們到最後只能潛入它底下 不能夠真的把它推翻 等等這些做法 那都是幾百萬年了 跟人家也沒什麼關係 所以從差一看我們家都有關的 是的 從百萬年來看是這樣的 有一個細節我想要討論 就是關於要怎麼去讓大家 大家意識到數據及老物的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是下載健保快一通 哈哈哈 謝謝 你看到健康存摺 對對對 大家現在都發現有健康存摺了 都發現你的就醫紀錄 或者是你的一些健康管理 甚至你的一些健檢的資料 那這些幫你檢查的所有這些單位 每個只能看到自己的 但反而你可以看到全部的 那所以你看到全部之後 你就可以去把它進行應用 那這個應用是由你決定的 你要用來這個 就是對公共衛生做出貢獻 那就是你的決定 那你要用你的 好像呼吸道資料 去看這個公共污染 到底會這個產生什麼影響 這也是你的貢獻 就是說你要怎麼貢獻 那是你決定 但是健康存摺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最後的決定權在你 就好像勞動者要去哪進行勞動 最後的決定權在他 那勞動者之間 如果能夠橫向結合起來 那就沒有資方 沒有資方的話 就叫勞動合作社 那同樣道理 這些數據的工作者 還比方說空氣盒子 把它結合起來 那就變成一個分散式的帳本 那同樣的也沒有資方 那你只要習慣這種 沒有資方的數據合作關係 你在哪裡都會看到這個狀況 這真的是很美好的理想 可是這個在此行 而且已經卓有成效 對 我只是在想說 因為 這我覺得它裡面有一些觀念上的轉換 就是比如說 我們可能 因為看書的人 就會覺得說 他講了一個好不錯的方式 然後我怎麼樣才可以達到這個狀態 可是事實上 你已經達到了 你已經擁有你的資料的生產工具 對對對 因為勞動合作社的前提 是勞動者要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 對 對 那這個也是當年合作社運動的最基本的假算 當然到後來馬克思 什麼的 但是那個是後面的事情 對 對 對 在這個 就是Rossendale的時候 他的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工作者 他只要擁有他的生產工具 並且他的分配是民主的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能夠去 足對打怪 就是創造出對所有人更高的勞動價值 那這個概念其實到現在就是合作社 因為合作運動 這個概念 在台灣仍然有非常多的人在具體事件 不管是消費合作社 像祝福聯盟這些 或者是農業合作社這些 那或者是信用合作社也還在 我們的很多Credit Union 那個翻成儲蓄互助社 這些在台灣都是 我們住板業也有通貨合作社 對啊 一樣的 或者是說 甚至像什麼共和國式的 就是讀書人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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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式 也是挪用了 不 共和國式的表情 它背後是一個商業模式 但是它裡面的理念是很強的共和的 所以裡面很多品牌之間的大大小小的關係 所以那個平等性是非常堅持的 就是說不管你大小 你是一人一票 對 那這個就比較像合作治理的概念 當然合作治理是對內的 那它對外 到底它的讀者 到底多大程度上 可以成為它的社員 這是可以詢問的 那像以太方的特色 就是在 你任何人都可以選擇成為礦工 任何人都可以選擇成為社員 它是不設門檻 對 那這個時候 在治理上面是非常有優勢的 因為等於你的使用者裡面 看不順應的人 立刻就可以來幫你忙 但是如果你還要經過什麼 董事會和同意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 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治理的開放器 它的效率反而又 它的效率 對 你通過合作室的概念 反而也又提高 開放式合作室的概念反而又提高 所以我會覺得說 從數據起碼物的這個角度來看 只要每個人都理解到說 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運動手環 或什麼 它就你的生產工具 那其實後面的部分都非常容易了解 都可能吃飯 對這部分我覺得真的是 對我來說我是蠻新鮮的 因為我自己的思考方式 一直非常的不夠 不夠科技化 跟不夠數位化 對 這本書對我自己還蠻大的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是那個產權的問題 因為像Grant他們在這本書裡面提到 是跟房地產有關的例子 那就開始會有讀者想要問說 那好像可以把它放在很多產權的上面 什麼蘋果啊 什麼運動啊 對對對 但是他們反而會覺得說 放在房地產它感覺好不舒服 對 因為覺得說 它如果 如果這個 就算我把我的定價定到很高很高很高 那有人就是想要把我的房子買掉 買走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會有這種很 覺得 欸 隨時 就可能跟台灣人 有賭私有財的這樣子的觀念 有一種衝突 所以他們就一直在不停的 很 很 很 覺得說 這個方式真的可行嗎 或這個方式真的是 真的是好的嗎 合理的嗎 突破它 但是如果我們從 當然我們從效率 就比如說應用上的效率 或者市場上的 你從七代以後的世界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都只是在為 後代 跟新的智慧生物 來暫時破管 新的智慧生物 對 新的智慧生物暫時破管 我們是類似恐龍的角色 對 如果當年恐龍 就把石油用完了 那也沒有人類文明 我們是會 對 而且他以為變石油 他只是貢獻他們自己 對 他講的是說 就是說是恐龍 讓你的故事 對 對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現在不管做什麼 那我們是已不犧牲後代的使用權 嗯 那你要從這個角度才能度過 對 就是說大部分台灣人都可以同意說 即使你在這邊去做土地的利用 你對這個土地有感情等等 對 你如果破壞這個土地 讓這個土地變成後代無法利用 嗯 那你就是罪人 不管你賺了再多錢 對 這個台灣是所有人都同意的 對 你去街上隨便問一個人 對 你這個食物安全 可不可以因為這個農地工廠而犧牲 他一定跟你說不可以 你有任何人 對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台灣人就是對於土地的感情 他很大部分是對於後代的 他不是對於自己 他之所以不想要被資本家立刻買走 也是因為他不信任他的資本家 可以好好的來運用這個土地 對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要切入的話 就是要用他的長遠價值去思考 那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去比較習慣這個書裡面的想法 就是說呢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命運動物體的目標 是要為了後代守護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的做法 是對這個後代最有利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大家就可以開始理解 那其實有很多共生的社區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一些議會 其實本來就是用這個概念去做 對 其實不需要去教導原住民族說 這個玉山就好像一個神靈一樣 你要為後代子孫保護他們 就是他們的文化 或者他們不管叫他Saviyah 還是叫Pentokunum 可能發作因 都是說它是一個生命比我們長的壽命 那就是所謂什麼壽者像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這些這個命運比較短的其實是 要聆聽山的教訓 山的教導 用我們的身體跟心靈去把山告訴我們 傳下去等等 所以在台灣本來也就有這樣 這個文化 對 那這個時候就不是說 我把土地隔一塊把所有人趕出去的那個文化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切入的話 反而就是要從這種比較共同的角度去切入 那所以其實在我們的法治系統裡面 也有特別說如果是原住民族的地方的話 那像這種勞動合作社就必須要特別的去促進 因為他們的文化裡面本來就是勞動合作的一個文化 對對對 那我也有想過說像這樣一個概念的話 當時你會需要用幾代的時間在台灣 可能會逐漸的接近實現 明白這無所謂要 就是說每一代做一代的事情 對 所以你還沒法設想出大整 多長時間 一公一生 對 因為簡單來講 在我可及的範圍都實現了 我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從那個 口罩1.0引進口罩地圖 到2.0、3.0、4.0 無一不是RXC這個機制設計的概念在後面作用 對 就是說每個人的利己到最後達到利他的結果 對 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早就實現了 所以就是說未來已經來了 還沒有均衡分布 至於他的均衡分布 那就有賴於他的這個思想的傳染數的提高了 沒錯 那就需要出版社了 出版社才是真正的 哈哈哈哈 出版社才是真正的 出版社會道遠 對 不管誰來跟我談最後都是開大工作 哈哈哈哈 我沒有問題 因為我這個領域確實我覺得是我思考比較少的問題 我現在做的比較多的是想在改變台灣的史觀 所以這是我可能出版的方向 那我可能跟著我自己從中國來的背景有關係 其實我的教育跟我們出身 所以做了很多書都是在中國觀察跟台灣歷史 該如何理解東亞跟自身歷史有關 對 大致這麼一個主題 那也是需要時間慢慢去改變 而且我覺得台灣進步還蠻大的這塊 尤其在對照我出生的那個中國 我覺得說那反差非常非常大 也至於說我覺得兩地之間的新世代其實無法在舊歷史進行共談的 因為他們的觀念已經發生很大的改變 這是非常大的進步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就是切磋的點吧 就是好像說這個我們的資安產業 如果是整天被就是測試的話也不會那麼強 對 對 對 我覺得任何一個事件出來以後我都會強化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是誰 這個很重要 非常棒 對 那像我以為你覺得像我們做歷史出版當中跟數位的合作 對 有什麼建議給我們嗎 這個 就說電子書 我們現在都有電子書 對 我現在我剛才在路上開跟韓靖分享說八期的電子書 今年我們的營業額就是八期一家年 這個有路 是我們集團的二分之一 是嗎 對 目前一到四分 對 我們已經開始在乘搭了 開始 有路嗎 趕快提醒 不要問 不用講數字 回去 你看到很開心 這樣 對 其實因為我覺得電子書版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讓閱讀這件事情變成一個社會性的體驗 對 那就不是說我畫個現在再給你 對 對 而是說我的這個講到一句話 或甚至我們今天錄影的一個片段 它都可以 那一個片段本身會有它自己的生命 只要你不透過這個著作群去限制它 你可以是說 非常野力用 還有一些人這樣做 那你就可以變成這個耿圖 到處流傳 最近才用 對 這樣子的體驗 感覺怎麼樣 很不錯 很不錯 成為民營 對 對 那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 像這個成為民營的概念 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想要去把那個CC授權 就是翻成著著作權 就是左派的著作權 對 你可以隨便用 但是你的改作也必須讓別人用 類似的一個概念 然後不計畫 那我覺得這個如果你的目的去思想的流通的話 它是特別好的 因為他每次改作的時候 那個二創的人 他會對他的目標族群 把你的這個理念 用他的目標族群 聽得懂的方法 重新講述一遍 對 那他如果得從頭取得授權的話 實際上他不會有那個力氣去拍 那但是從我們這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每次有一個新的 將這一些的發明 什麼 就會有很多志願者 就拿了裡面的 自己去 就開始畫繪本 然後開始去做這個互動式的遊戲 等等 那這個時候 大家都對這個概念的理解 都變得非常容易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看 平常這個文字的 對 所以他對各種不同閱讀摩太的朋友們 就可以比較公平 也比較照顧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去資本的話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 我們出版社會還有另外一個嘗試 就是也很有趣 可能會介紹一下 就是 就是我是八旗最年輕的一個旗主 因為我們叫八旗嘛 來自於這個旗人文化 那我覺得用旗主的概念 去讓每個 每個主編 或者每個總編輯 下面可能我們有很多同編輯 可能都去耕耘自己的一塊 然後整個權力是高度下放的狀態 然後我們是希望這個權力跟他的自由 跟他的收益可以做結合 那目前這個嘗試 嘗試了五年到六年時間 有差不多有三四位旗主 然後在進行當中 那也有失敗的情況 所以還沒有到鄉邊呢 還沒到八旗 還沒有到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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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鄉邊 對 你真的要用還是有了 還是有了 但是我們是想嘗試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在出版當中去做一些 我覺得做一些有益的推動 對 我覺得出版是一個非常多樣性的產業 然後不能夠聚焦在 我覺得我自己的大腦也很有限 不是像這個市場這個主題的 因為我的理解就沒有行進 沒有行進回客 那所以他去發揮 他去去去推動 那效果一定比我更好 但是我們一個不一樣的嘗試 就是我們出版界蠻少見的一個概念 對 這非常好 對 請主要不要發表一些心態 對啊 發表什麼心態 有點痛苦的 請主講一下 我還沒有得獎 我去年 我是去年才開始的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養包 什麼時候可以讓我養 所以我以為你對其人話很了解嗎 對 剛才《大清帝國》那本書 就是彈得很有趣 因為那本書我真覺得是非常 台灣很少見 也是差不多是最好的一本 就是彈滿洲和大清帝國的統治原理的書 以及它如何去改變 隨著西方文化跟西方政治力量 能進入到東亞 然後面對這個新的衝擊之後 它如果做調整 對 我自己覺得其人話裡面有一種 有一種比較傳統的平等跟開放 就是比如說包括八旗旗族 但是它受到中國文化的墮落影響 而變成皇帝的概念不斷抬高 然後把其他那個旗地位降低 然後就變成一個中央集權系統 還好清帝國沒有直接到預想過 對還好 因為它統治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它的那個中央集權 還沒那麼強烈 然後隨著這個西方力量來以後 這個力量就重新改做了 我覺得這是台灣滿新的地方 對 然後我也認為是恰恰是因為清帝國 才把這個中國跟台灣結合在一起 而不是中國把台灣給統一的概念 我一直在推廣這個新概念 對 清帝國也把台灣釋放出來 跟他跟中國切個開 把他交給日本 對不對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嗎 不包括預算 不包括預算 一小部分 對 就是我覺得這樣 對 對 VHC 預算以及這個原住民族文化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在清帝國的時候 原住民族文化 沒錯 並沒有完全效果 對 對 因為清帝國是因所而至的 他認為就是說 以預算為代表的原住民體系 是另外一個文化體系 他跟移民到台灣的那些 從福建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兩種治理方式 對 那這種概念我覺得也非常棒 對 非常棒 這個值得再次推廣 是 是 感謝這個促進原住民族展示 正義的美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你 來 還有一個照 對